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在Lineat的官方看到一則文章 這個文章專門針對這個咖啡店在做這個案例的分析 我覺得這個文章對很多咖啡廳或者是餐館、餐廳 不管中式餐廳或西式餐廳 只要是有店面的餐廳都非常的適用 這個Lineat案例都非常適用 像我自己的朋友有開咖啡店的 然後也有開餐廳的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趕快看一下這個部落格的文章 他講了一些Lineat使用在餐廳、使用在咖啡店的一些運作方式 別人的成功案例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個成功案例他舉了一個用Lineat來凝聚好友 回憶流率高達5成的一家咖啡店 其實我自己的朋友也有一些朋友是在開咖啡店 那也有開餐廳 美式或中式餐廳 咖啡店跟餐廳都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他們一定有店面 然後他們一定希望客戶能夠回流 就是繼續回來消費 甚至帶朋友過來消費 所以Lineat他非常的適合使用在這種餐飲業的店面 那這個案例他這邊有講到 台灣的平價咖啡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確實因為店家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一開始這個咖啡店他在社群平台上面打廣告 希望能夠快速吸引新的客戶上門 但是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頭 如何將人群導入店裡面 然後呢又該怎麼樣維繫關係 培養出忠實的顧客群 對這是大部分的餐廳或是咖啡店的問題 去打廣告增加知名度 讓人家知道你的店 問題是你怎麼把那些人帶到店裡面來 這邊講到傳統的行銷方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 如果是發送簡訊會有固定成本支出 固定成本支出其實每個月如果你要發送幾千個簡訊 哇那個花好幾千塊 那而且呢很多人是不會留下私人的手機號碼的 確實他不想留號碼你就沒辦法發簡訊 所以呢就是因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LINE AT他就很適合 因為LINE AT他只要加入你的粉絲 他其實不需要給你手機號碼 不需要給你電子郵件 甚至他不需要讓你知道他是誰 假設他沒有發訊息給你的話 你其實根本不曉得他是誰 所以他是有一種隱密性的 好他這邊有講到操作心法的部分 提出多元的優惠組合吸引Google定期回流 那第一個呢他有講到創意設計的QR Code 引起客人的興趣 像他的QR Code就會有一些設計 因為我發現很多朋友他的QR Code都是這樣 死板板的一張就直接貼在他的DM上面 然後也沒有呼籲行動 什麼叫呼籲行動呢 沒有去呼籲消費者說趕快來掃描 掃描之後你就怎樣 像右邊就有寫 加入LINE好友呢 每月享受優惠折扣 那他有一個呼籲行動 人家看到這個呼籲行動的文字 才會有動力去掃描這個QR Code 那這邊有加好友限責五元有沒有 所以雖然他這個QR Code中間沒有任何圖案 我覺得不是很漂亮 其實中間可以再擺個小圖案 不會影響QR Code的掃描品質 但是人家旁邊有一些花樣嘛 鼓勵你去 呼籲你去加好友嘛 所以要呼籲行動 不要只貼一個QR Code在你的商品包裝上面 或者是貼在牆壁上 人家不曉得少了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幹嘛少 浪費時間嘛 對不對 第二個 又會組合多元提供明確的誘因 剛開始在推廣LINE Act的帳號的時候 加入好友就送五塊錢折扣 那這是好處嘛 讓人家馬上感受到好處嘛 所以人家就會去加 那你看他兩個禮拜好友速度來到300 因為他是有店面嘛 那所以每天都有人過去 這種是最方便增加LINE Act粉絲的方法 像我自己在網路上賣教學課程 根本就沒有店面 那我根本沒有辦法說 每天都有來客量來掃描的QR Code 那我只能做網路廣告啊 沒有辦法做像店面是讓人家來掃啊 那如果你有店面的話 你不僅在網路上可以讓人家成為你的粉絲 你在實體店面也有一個每天曝光的機會 然後去吸引到這些真實的客戶 請他們加為粉絲 然後他們的 你看八成的好友收到訊息之後 再次回電消費 業績因子提升三成以上 所以既然他們已經來到店裡面了 消費過了 然後他們也覺得不錯 東西不錯 好吃 那他下次 你在發訊息優惠給他的時候 他再回店裡消費 其實是蠻有可能的 所以他說提升了三成以上 那這底下他們發送的訊息 就是加好友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這個訊息給對方 然後還提供一個好友禮 那這個好友禮呢 他優惠就是一個優惠券 然後優惠券去店裡面消費的時候呢 優惠券就可以讓店員把它按掉 取消這個兌換優惠券 那這個優惠券就失效了 就是這個方法 那這個LINE8都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然後善用關鍵字功能的電子DM更便利 這個就是之前我講到的就是 密書的功能 自動打入機的回應功能 就是你那個電話客服 像電話客服的功能一樣 假設你輸入某個關鍵字 他就會跳出預先輸入好的答案 所以他這邊有講 菜單有很多人 他會在聊天室輸入特定的關鍵字 馬上跳出他的DM選單 隨傳隨存 就是咖啡店常會收到索取架木的需求 那你只要設定的關鍵字就是你想要查詢什麼 譬如說菜單兩個字 你只要輸入菜單兩個字 那他就會直接彈回去給對方一張菜單 這功能也是LINE8本身就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店面啊 店家餐廳啊 或者是咖啡店啊 那很多消費者會去索取這樣的東西 你就把索取菜單 你就把菜單事先做好 那也不用花到你的任何人理 這是LINE8本身的功能 會自動根據對方輸入的關鍵字 然後彈回去給對方 你也不見得要請對方輸入菜單兩個字 你可以把關鍵字設成 1菜單2營業時間 那請對方按1就回覆菜單內容 請對方按2那就回覆營業時間的內容 這樣就好啦 和客人分享更多的產品資訊 像是什麼什麼 單品鬥手沖系列啊 就算在尖峰時間較為忙碌的時候 也能先藉由簡易的圖文介紹 讓客人更快了解不同產品的菜 進而推廣咖啡文化 那你想想看喔 你在客戶還沒有到你的店裡面之前 就已經讓客戶已經看到菜單 甚至看到菜色照片 那他還沒有來之前 就已經先想好他要吃什麼了 你是不是已經贏過其他同業 對不對 很多同業他們還沒有很善用 這些LINE AT的功能 然後他們的客戶可能到店裡面 還要想好久啊 看菜單然後想好久要吃什麼 可是你已經先達到了這個 讓客戶事先看好你的菜色 要挑什麼 挑什麼菜要點餐的那些動作 可以節省很多客戶來店消費的時間 那你就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客源 我覺得這個很多小細節 在網路行銷上面 你都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去輔助你的生意 實體的生意 所以這個是今天這個案例 是針對這個餐廳 有店家的這種餐飲業的案例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網路行銷裡面最好做的 成績最容易看見效益的就是餐飲業 真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爭議 賣吃的 餐飲業因為它是賣吃的 它可以揪朋友一起來吃 大部分比較少一個人去吃 所以他一定會找朋友去吃 朋友會再找朋友去吃 甚至整個聚餐 一大堆朋友或公司同仁 會揪揪一起去吃 所以餐飲業做網路行銷 其實效益蠻快的 蠻快可以見效的 那今天這個就是 給你一個分享 趕快善用你的LINE AT做行銷吧